在多伦多人引以为傲的原始自然绿化带 与神秘又繁华的样街交汇之处 有一栋占地一万五千平米 被靠高尔夫酒厂的住宅 走进这里你能深刻的体会到 加拿大人家庭生活的低调奢华 是如何保持着与大自然的亲密无间 像是通往森林的入口 满眼的绿色左右相迎 这里的主人养育了七个孩子和两条爱犬 是备受称赞的和美之家 使过这段悠悠小径 我们缓缓地绕过中岛花坛才来到正门 大家好我是Nick 你好我是Sophia 多伦多职业地产经纪人 你最贴心心来的地产经纪 今天的房子说 我们来看这栋1380万加币的房子 要说些什么 由加拿大著名民宅建筑师 Kent Taylor 肯特泰勒主持设计建造的这栋别墅 上下共三层 室内使用面积超过1800平米 不但睡房有9间 书房就有2间 一间用于主人会客办公 另一间则专门留给孩子们读书学习 现在我们直接来到了主层一楼的主客厅 一定要先抬头看一看这个特别的屋顶 Cathedral ceiling是一种经典的超挑高屋顶 内屋顶的最高点有两层楼那么高 横架的角度基本与外屋顶平行 建筑师选择大胆直接的裸露和展示其厚实的原木横梁 给人以扑面而来的阔气和坚实感 在我的身后啊 可以看到有一座通天落地的石器壁炉 这是一个难得的双面壁炉 一面朝向宽敞庄重的主客厅 另一面则连接了可以360度沐浴日光的阳光屋 虽然主客厅与阳光屋在空间上是一体联通的设计 但这个双面壁炉的存在充分保留了分区使用的功能性和别有洞天的神秘感 阳光屋的设计理念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 以木架和全玻璃结构把室内的空间完全地曝露在阳光之下 同时也像是把室外的光亮绿植甚至树摇光影全都引进了室内 这间阳光屋由多伦多本地最著名的阳光屋建造者Promal Wood精心完成 除了传统的沙发休闲区还同时容纳了一张餐桌 从这里出去便是空中花园和私家草坪 以及与这一排绿树相接壤的高尔布酒厂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阳光屋里也有你可以放松一刻的吧台 由高定厨房供应商打造的主厨房里 从暖铜色的五金配饰到石木镶边的窗子框架 其质感与整栋别墅的配色相呼应 作为本土设计师Kam Taylor主张和谐与融洽 不但善于继承传统木结构别墅的核心经典 更以其空间感与功能性的得体搭配而组成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主层的俯瞰全景 你看它整个房子的地面用料都是再生铁山全石木地板 人们内心渴望的温暖之家从来都不是最花哨最新潮的装饰材料堆砌 而我们眼前的这种舒畅和谐与宽敞 才是家里最应该有的安心和冷静 当然还有很多睡房 还有更多睡房 还有很多洗衣机 还有更多洗衣机 还有专门的零食储藏间 还有七个孩子共享的学习书房 还有长长的一排外衣鞋帽整理柜 还有车库 还有很多车库 还有更多车库 甚至还有可以容纳室内冰球练习场的休闲娱乐区 和可以把高尔夫球场尽收眼底的空中花园 别急 下一个视频带你一探究竟